卵巢早衰的治疗方法有哪些比眼穷 妇科 副主任医师 如果诊断了卵巢早衰 那么这个治疗方法是特别困难的 我们还要根据患者他的需求 如果说这个患者很年轻 没有结婚 没有生育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首先想的办法是 能够尽可能地帮助他 能够有排卵 尽可能地能有生育的功能 如果说暖巢早衰是发生在 接近40岁左右的患者 他已经完成了生育的任务 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 药物的治疗调整和一些帮助 主要是针对他的一些症状 对他的一些治疗 暖巢早衰目前为止 没有手术的治疗方法 主要还是一个药物的治疗 和一个对症的帮助 专家提示 一 如果患者很年轻 没有生育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帮助患者 能够有排卵 二 如果发生在接近40岁左右的患者 已经完成了生育的任务 就进行药物的治疗 调整和一些帮助 感谢观看 大家看